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这期视频是一期读评论 最近涨粉较快,新粉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不清楚我为什么叫封号杜罗 那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我账号第一个教程类的视频 国内软件的使用教程 当时不太懂事 就教大家怎样访问那个不存在的网站 然后视频就被下架了 之后的视频每三个就有一个是不过神核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标题 就知道为什么不过神了 所以也有一个梗 先缓存再观看 说实话我每天都怕自己的账号被封掉 害怕害怕这就50万粉丝了 真的是做梦没想到自己会有50万粉丝 感谢各位小伴的支持 好了小宇就来回答一下各位小伴的问题吧 不会没有女粉吧 放屁啊 女粉扣一让他们看有多少 小宇的技术都是从哪学的 不如如何做到这么厉害的 达到你这种水平需要怎么样的过程 学代码达到你这种水平需要几年 每天努力学 这类的问题我就一起回答了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就对黑科技这方面很感兴趣 那时候就开始用手机卡刷钻 有一个叫移动梦网的手机业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的 现在已经倒闭了 对了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刷钻确实是真的 不过刷枪是骗人的 这样图就是我以前的业务宣传图 要考考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图标是什么业务 给大家三秒时间 OK我猜很多人应该说的是超级QQ 其实不是 就是超Q纪念版 当时腾讯出了一个业务 可以把超级QQ转回会员 而且会把超Q一半的成长值加到会员上 如果你已经开通会员了 那么可以直接生成SVIP 转完之后就能领取这个图标了 刷钻最简单的就是粉钻 先把Q宠饿死 然后再用手机开通粉钻 当然你也可以去卡门 开个紧报前的临时粉钻 然后再把Q宠埋掉 之后给移动客服打电话说 把我这个粉钻业务退掉 或者发短信000手动退掉 就成功卡上了粉钻 但是代价就是你不能再领养其他Q宠了 不然粉钻会掉 然后就是蓝钻黄钻会员 这些业务都是通过移动梦网开通的 就是你开通之后 它会回你个短信 类似于这样的 说业务已经成功开通了 如果有疑问 请在24小时内回复 某某某某某6位数字 这个我记得超级清楚 然后等上一天回复6个数字就可以了 他就会回复你说 你已经成功取消了某某业务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钻根本没有掉 这个方法成功率经我验证是100% 因为到现在也没有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 不是 我朋友的账号 蓝钻显示到2036年也到期 不过这是手机开通的业务 怎么验证是手机开通的呢 点击这个续费 你就会发现 说你是手机花费支付的 黄钻就更加离谱了 显示2015年9月18号到期 点击续费同样是手机开通的 打开腾讯通知中心 同样看不到有黄钻 最近刚发现 我的服务里面可以看到黄钻业务 不过已经退不掉了 签定方式使用开通的手机号 拨打对应的服务商退订 当时的手机卡早没了 属于小队也退不掉了 不过这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我也很久没有关注过 刷算了 那我是在哪里学的这些呢 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小网站 比如小刀娱乐网 小高教学网 还有什么网络帝国等等 就有一些大佬 发文章分享技术 我觉得有意思就去学了 主要是可以在同学面前装逼 记得搭建一个秒赞网站 注册服务器 一点技术都不多 一弄就是好几天 当时也是初中生 不知道问谁 挺痛苦的 不像现在B站有视频叫声 直呼有图文 学变成有菜鸟教学 绝进SizeDN GatHub等等 后来大一发现 B站居然有这么多课 就在B站学了很多东西 大一暑假 还去了北京某个辅导机构 他们学习都比较猛 早上8点开始 一直就到晚上10点 一周一考试 除了学习就是备知识点 两年前的截图 只是一个机构的家 就学了2000几 当然还有其他技术 E语言 CE 汇编 GG 抓包 破解等等 还有一些手机开发的语言 预语言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还有后来的中文开发安卓的平台 火山安卓等等 大概一天就是学上10个小时 然后就到现在了 如果你也想成为我这样的人 那就试试一门技术 每天学10个小时 坚持一年 到时候你肯定也会变成很厉害的人 不过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 送大家一句话 吃的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小宇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想继续从事计算机行业吗 目前是想做一名全职up主 时间会比较充裕 可以学一些想学的技术 最近在学Python和NLP 想往人工智能这方面也发展发展 小宇可以讲一下 啥机缘巧合在网上分享软件吗 像是我第一个被封的视频 国为乐兰器的使用教程 作为计算机的学生 当时就发现身边 好多人连Chrome都不会用 然后也有人问我 我就想不如做一个视频 这样再有不会的 可以把这个视频传给他 然后就把这个视频发在了B站 大概是一下涨了50多个粉丝 给我激动的不行 然后就踏上了做视频的不归路了 可以帮我找个一米八家的体育生一吗 复合条件的私了他吧 二回路你是做什么的 身高一米八六 你们两个我觉得可以配对一下 TCP与UDP有哪些区别 分别有哪些应用场景 这个我还真背过 不过我不告诉你 有没有跑校园跑的软件 真的不想跑了 可以了解一下 我之前做过的一个虚拟定位的视频 不过疫情期间不要乱用 否则后果自负 小宇我想学编程 但现在才高一 我想问哪种适合我 以后有这方面工作的想法 学Python吧 我最近也在学Python Python的语法要比加法简单多了 而且你现在才高一 培养兴趣很重要 2022年的编程语言排行榜 第一也是Python 不过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 你学编程是想做网站 还是APP 然后再了解一下 你想学的语言 对这些有没有优势 小宇是蓝童吗 不是 能不能教我刷课 教过刷这门了 被疯了 可以教我怎么找女朋友吗 呃 圈男朋友的代表情是去扣1 好吧 圈女朋友的扣0 让你们相互配对一下 小宇也只能帮兄弟们 躲这了 哦对了 小宇撤三脸 希望兄弟们也能帮一下 就说要不要搞个其他平台 主要是这个视频发出来 还不如疯的度 这个是有的 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公众号 不过审的内容 我都会发在公众号上 公众号每天也会更新一些 好玩有期的软件 比如免费看电影的 免费听歌的 免费看动漫的等等 再说就不过审了 关注公众号 自己去找吧 OK 今天的作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